还要来关心狂犬病的疫情 到目前为止 台湾总共有82例的幼怀胺跟一例 前属确诊感染 防疫指挥中心分析 让犬猫施打疫苗才能够有效的控制疫情 狂犬病疫情蔓延的速度 让指挥中心马虎不得 14号召开防疫专家联席咨询会议 针对7项议题 包括动物狂犬病疫情现况和防疫策略 和口服狂犬病疫苗的使用与评估等等 达成具体共识 并一致认同犬猫施打狂犬疫苗 是目前最重要的目标 是跟我们人最接近的这个犬猫的疫苗 免疫的工作 还有流浪动物的管理这个部分 那这个就是我们目前最重要的一个防疫的工作 这个部分做好了以后 就是来争取时间 让我们来研究一些中长期的防疫的一个策略 所以我们现在最重要的 还是把这个短期的防疫的工作做好 然后把我们这个所有的这个疫情围堵在山区 指挥中心设立短期中期和长期的目标 目前最紧急的就是犬猫施打疫苗 然后再对野生动物主动监测 观察是否有跨物种传播的可能性 接着评估口服疫苗的效力和安全性 希望透过目标将疫情确实围堵在山区 不过要执行完这些目标恐怕需要一段时间 事前的评估要做完了以后 我们才可以决定要不要投放 这个事前的评估就可能要花到一年以上的时间 专家也不断呼吁民众不要弃羊犬猫 只要确实施打疫苗 猫狗不但不具危险性 反而形成了最好的防护网 雨天TV秋夕杨慈音台北报导